台中有一个里长呢 前几天他办了一场中秋园游会 那么违规的把路口的全右三角锥给封起来 结果呢有警察就出面来劝导了 没想到呢这个警察在劝导的时候呢 大家不太理他 就没想到他就心情不太好了 连续踢飞了两三个这个三角锥 那么最后因为他自己的态度不佳 被处分调职 活动进行到了一半 远警来了 看到路口的三角锥 立刻左边先是一个飞踢 右边在捕穿一脚 三角锥飞得老远 手望相助队的队员被远警的态度吓了一大跳 但是事情还没完 随后这名远警开警车 找出办活动的里长心事问罪 太不尊重人家 替政府做事 而且手望相助的人员 也在这边替政府来指挥交通 为什么警察 当一个警察是我们的百姓的保姆 为什么这样子 还原事发当天 这名里长在社区办了一场中秋语言游会 把路口全部用三角锥封了起来 但是一般而言 跟派出所申请路权只能占用道路的三分之一 远警出面劝导 却遭到里长指控 态度恶劣 有关这位同仁不当的部分 那本文局已经交由二组来查处 那准备依规定来给予一个适当的惩处 那本文局的考量 也给予主动来调整服务地区 战用道路办活动的里长违规在先 被取缔理所当然 但是远警取缔态度不佳 反而被拿来做文章 所以后绕得被调职的处分 中期问诚思源徐一林台中采访报道